在立法院长游席坤 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科建民陪同下 总统当选人赖庆德以民进党主席身份 出席民进党新科立委共事营 也创下首例 曾当过多届立法员 赖庆德以学长身份 勤勉新科立委多读书 让自己有更多专业力量 同时要倾听民意 赖庆德也以自身经验 建议学弟妹们少应酬 对于外界关切的立法院政副院长的敏感议题 赖庆德完全不回应 当事人之一的立法院长游席坤也相当低调 伊华他是互选的 华立规定很清楚 互选 所以每一个人都互选的 那您对自己有信心吗 我到现在没有讲过 所以你对自己有信心吗 我跟你讲就是说 他是互选 然后必须要完成 必须要完成 党团 党团推荐的程序 倒是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 柯建民明白回答 民进党就是推出邮昌佩 今天最主要就是 那种的我们来民进大家 那党党来讲 民主国会 没有国会 那现在等一下 国会民主 党团做为国会工法 就是内部的一个 信任训练 那是不是有立委问到说 政府院长选举要怎么投票 这个无庸置疑 这还要 让你清楚 当然是由昌佩 已经讲得这么清楚 好不好 那今天大概这个题目 不应该讨论了 好不好 那只在会一会再讲 记者张其腾 台北报道 好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